2018年的一个夏日傍晚,大连市中山区某居民楼里,崔炎玉带着满腔的沮丧,踏入了自己的家门。 他的步伐显得沉重而无力,仿佛承载着无尽的烦恼和焦虑。 一进门,他本想象坐在客厅里沉浸于电视节目中的妻子倾诉一番, 却没想到对方突然拿出了一份仔细整理好的离婚协议。 书贤,我真的没办法了,你能借我四十五万吗? 如果你不借,杨磊他要告我了。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,你就帮着一回吧。 崔炎玉话音刚落,便跪在了妻子面前,眼神中满是哀求和绝望。 然而,妻子的回应却异常冷漠,这都是你自找的。 我怎么可能还借给你钱呢? 幸好咱们当初做了婚前财产公正,不然你早就把我的钱都骗光了。 你只不过是看中了我的财产,才和我结婚的。 现在我看清楚了,我不可能再和你继续过下去了。 你就在这份离婚协议上签字吧。 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正式离婚。 崔炎玉听到这些话,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绝望。 他的怒火在心中急剧膨胀,没想到妻子竟然如此绝境。 我真是后悔,跟你这样的人过了这么多年。 我本以为我们能白头偕老,没想到你这么无情。 你当初那么做决策,难道就没想过今天你会这么对我吗? 面对妻子的冷漠,崔炎玉愤怒到了极点。 他一把抓起茶几旁的水果刀,情绪失控地向妻子挥去。 这一幕是否导致了悲剧,我们在后文中揭晓。 让我们倒带回到这段关系的起点,探究这对夫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般地步的。 崔炎玉,1970年出生在大连的旅顺口区,1991年与同事刘芬喜结联礼。 婚后第二年,他们迎来了大儿子崔刚,又在四年后添得刺子催化。 夫妇二人本是模范夫妻,直至2006年,经济压力和失业的打击让他们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。 失业后,两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,日常琐事频发争执,终于在2006年底,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 孩子们随随艳遇生活,他为了维持生计,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,开始在市区奔波,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 他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,为的就是不让这个家再次面临经济的崩溃。 但是,长时间的劳累和压力,最终让他在一个夏日的傍晚,带着绝望回到了这个家,面对的却是崩溃的婚姻和失控的命运。 2008年春天的一个悠长午后,崔岩玉正忙着整理自己的小货车,突然手机响了起来。 通话那头,一个叫蓝淑琴的女士,委托他前往大连火车站,提取一批货物送往繁忙的贸易大世界。 这个名字他虽然没听过,但工作便是工作,他很快就赶到了约定地点。 到达火车站后,崔岩玉看到蓝淑琴正一个人忙碌着,他心生同情,主动提出帮忙卸货。 在盲目中,两人开始聊天,崔岩玉好奇地问,书琴,你一个人撑这么大的生意,不觉得辛苦吗? 书琴苦笑着回答,若我不努力,孩子的生活谁来承担? 再说,我前夫两年前就和我离婚了,他总是埋怨我忽视家庭。 但他自己又赚不了什么钱,我不挣钱,孩子将来怎么办,生活的费用从天上不会掉下来。 书琴的话让崔岩玉不由地心生怜悯,他对书琴的勇敢和坚持感到敬佩。 那天之后,两人渐渐成了朋友,崔岩玉每次都会热心地帮忙书琴卸货,尽自己所能让他减少一些劳累。 有一次卸完货后,书琴感激地说,每次都这么帮我,真是太过一步去了,今天我请你吃饭,好好感谢你。 饭后,书琴为表示感谢,经常给崔岩玉带来一些小礼物,像是衬衫, 领带,袜子等,他们还会在节假日互发短信,关心彼此的生活和健康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两个曾经经历过情感伤痛的人,在相互的慰藉和理解中走得更近。 2008年7月的一个深夜,崔岩玉正在外地进火,突然接到了书琴的电话。 书琴焦急地说,他的女儿田田发烧了,急需去医院,他自己却赶不回去。 崔岩玉毫不犹豫地驱车赶去,帮忙将田田送到了医院,一刻不停地忙碌着。 幸亏及时送到了医院,医生也夸赞他们的及时行动。 为此,书琴感激不尽。 田田出院的那天晚上,书琴准备了一桌子美味的菜肴,以示感谢。 酒过三旬,两人在家常的聊天中逐渐敞开心扉,讲述各自的离婚经历和生活的艰辛。 情感的交流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。 那夜,在酒精和深夜的安抚下,两人终于释放了长久的情感压抑,互相拥抱,体会着彼此的温暖。 在那一刻,他们不再只是朋友,而是找到了能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伴侣。 那个记忆深刻的夜晚,崔炎玉和蓝书琴仿佛重返了他们青春的起点,当初的那份青涩和羞涩仿佛又回到了身边。 他们在互相的探索中,贪婪地享受着对方的温暖和安慰。 从那以后,两人的生活似乎也因为这份深刻的相互理解而变得更加充满活力,工作也更有了干劲。 仿佛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活力和热情。 2008年的中秋节,崔炎玉和蓝书琴一同在家中享受了一顿温馨的晚餐,之后一起坐在阳台上,仰望天空中圆满而明亮的月亮。 在这样的浪漫氛围下,崔炎玉鼓起勇气,向书琴提出了结婚的想法,书琴,要不我们结婚吧,过几天我们去领证,怎么样? 然而,书琴显然还对婚姻抱有顾虑,她摇了摇头,表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, 重新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随着季节更替,寒冷的冬天来临,崔炎玉租住的房子出现了暖气问题,整个屋子冰冷刺骨。 她无奈之下给书琴打电话,寻求帮助,书琴毫不犹豫地让她搬来自己家居住。 大约半个月后,崔炎玉的暖气终于修好,可当她打算回去时,书琴却紧紧抱住她,眼寒热泪说,别走了,就留在这儿吧。 我舍不得你走,你退了那边的房子,还能省下不少房租呢。 被书琴这份真挚的情感所打动,崔炎玉决定留下,她取消了自己的租约,彻底搬到了书琴的家中。 然而,在接下来的春节期间,尽管崔炎玉再次提出结婚的想法,书琴依旧坚持不愿立即步入婚姻。 她解释说,我们都曾在婚姻中受过伤,这件事还是需要更慎重一些。 我们就这样相处一段时间,等到时期成熟了再说。 崔炎玉虽然失望,但也理解书琴的顾虑,于是不再提起结婚的事。 时间流逝,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稳定,但崔炎玉意识到自己和书琴在经济上的差距。 书琴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,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司机,还要负担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。 为了表明自己和书琴在一起并非出于金钱的考虑,崔炎玉主动提出, 我住在这里虽然省了房租,但我不想你觉得我占你便宜。 我们可以把日常开支评分,我每月给你500元作为伙食费。 其他的我们AA制,这样我们都能独立,各自负责。 书琴听后,感受到了崔炎玉的真诚,也同意了这样的安排。 在2010年的炎热6月,崔炎玉家中迎来了一份大喜事,他的大儿子崔刚考入了大学。 但这份喜悦背后藏着不小的压力,因为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要超过2万元。 崔炎玉原本紧绷的经济压力因此更加沉重。 到了2012年,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崔炎玉的次子崔华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 两个儿子同时在校,学费问题成了崔炎玉最大的头疼室。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,崔炎玉实在是愁挫不足,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他多年的伴侣蓝淑琴借钱。 面对崔炎玉的请求,蓝淑琴沉思了片刻后同意的借款,但出于生意人的习惯,他要求崔炎玉写一张借条。 这让崔炎玉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他不禁抱怨道,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了,你怎么还这么不信任我呀? 蓝淑琴只是笑笑,回答说,这不是不信任,只是生意习惯罢了。 尽管有些小插曲,但蓝淑琴在崔炎玉的两个儿子即将开学时,又一次慷慨地拿出了两万元。 这份慷慨出乎崔炎玉的意料,他由衷地感激。 岁月流转,崔炎玉的两个儿子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,还各自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,很快就归还了蓝淑琴借出的四万元。 而蓝淑琴的女儿田田也大学毕业,找到了大连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。 到了2017年,蓝淑琴已经积累了六七百万元的财富。 他在市中心为女儿购置了一套三局室,并将自己的店铺转让出去,提前退休享受生活。 他甚至加入了社区大妈们的炒股小组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 然而,崔炎玉的日子没有那么轻松。 他的两个儿子虽然都已就业,但接踵而至的婚姻和购房问题让他不得不继续辛苦奔波。 2018年新年,崔刚举办了婚礼。 为了表达对蓝淑琴多年来的感激,崔刚邀请他以母亲的身份参加了婚礼。 蓝淑琴深感荣幸,而崔炎玉看着儿子和儿媳幸福的模样,内心无畏杂沉。 他思索着,如果自己也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家庭就好了。 在婚礼的喜悦氛围中,崔炎玉再次向蓝淑琴提出结婚的想法,希望能正式领证,以彰显他们十年感情的成果。 蓝淑琴虽然犹豫,但最终答应在女儿结婚后再考虑这件事。 当2018年5月天天举行婚礼后,蓝淑琴准备履行之前的承诺。 但她的女儿提出了财产公正的建议,担心崔炎玉可能有际于财产的想法。 这让崔炎玉感到很受伤。 她解释说自己与蓝淑琴在一起并非为了钱财,而是真心相爱。 最终,两人在完成了财产公正后,一起去民政局登记结婚,领取了红彤彤的结婚证。 尽管过程中有些波折,但两人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感激于喜悦。 在崔炎玉和蓝淑琴领了结婚证之后,崔炎玉搂着蓝淑琴的肩膀,满心欢喜地说, 淑琴啊,咱俩这么多风风雨雨的日子一起过来了,现在终于名正言顺成了夫妻,希望以后咱俩能平平安安地幸福到老。 然而,没想到婚后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愿。 两人领了结婚证后,不到两个月,家中就起了波澜。 先是小争吵,后是大矛盾,不到两个月的争执竟比之前十年的同居生活还要多。 崔炎玉依然每天忙于跑出租,风里来雨里去,而蓝淑琴则整天在社区里与邻居打麻将。 家务事几乎一概不管。 崔炎玉回到家,看到厨房冷冷清清,什么都没准备,几场露露的她实在忍不住了,便去麻将馆找到了蓝淑琴。 她有些生气地说,我一整天在外面忙碌,你能不能回家做顿饭。 蓝淑琴头也不抬,还在专心打着麻将,回答说,我这不是正忙着吗,你先外面吃点什么吧。 这下崔炎玉彻底火了,提高了声音,我是你老公啊,不是住店的,你作为我老婆,应该照顾我吃饭的。 蓝淑琴冷冷地回应,结婚不过是个行事,咱们还是按原来的方式过,别想着我伺候你了。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行,咱们还不如离婚呢。 两人的争吵越演越烈,从那天起,他们相互冷战了好几天。 7月31日,情况突变,蓝淑琴的母亲突然中风急需送医,蓝淑琴急忙拉上崔炎玉一起去医院。 但崔炎玉因为之前的事还在心头,生气地回绝了,我这几天真的很忙,你自己去吧,我不是你家的护工。 蓝淑琴听后非常失望,愤怒地说,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,连基本的家庭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了。 崔炎玉反驳说,我没有良心,你看看你自己,整天只知道打麻将,根本不顾家。 这场争吵后,蓝淑琴只得自己匆忙去医院照顾母亲。 她离开前对崔炎玉说,这几天我得在医院陪妈,不回来了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崔炎玉渐渐觉得自己之前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,但想到蓝淑琴的态度,她心里又觉得无法释怀。 八月中旬,当她看到楼下的超市正在转让,心生一计,想要结束这些年的出租车生涯,转而尝试做个生意人。 于是,她便开始询问超市的转让详情,杨磊向她解释道,我这超市转让费要四十万,里面的货物也要一并接受。 崔炎玉听到这个数字后,不由得犹豫了。 尽管心里想换个轻松点的工作,但四十万的转让费确实不是个小数目。 崔炎玉试探着问,能不能便宜点呢?四十万我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。 杨磊半开玩笑,半认真的回答,你不是娶了个有钱的老婆吗? 你要是拿不出来,谁还拿得出来呀? 你要是想接手就快点,不然我就转给别人了。 崔炎玉心里虽然想找蓝淑琴借钱,但考虑到两人最近的争执,她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。 面对超时老板的催促,崔炎玉只能支支吾吾地说,我的钱现在都投在股市里了。 不如这样,我先欠着,两个月后我再嫁给你五万块的利息怎么样。 然而,杨磊显然对这个提议不太买账,直接了当地说,欠钱也行,但得有抵押,你们的房子看起来还行,把房产证拿来抵押吧。 崔炎玉犹豫了一下,最终在蓝淑琴不在家的时候,偷偷翻出了房产证并抵押给了杨磊。 转让手续办完后,崔炎玉开始了她的超市老板生活。 起初,她觉得每天的纯收入比跑出租车多得多,生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。 但好景不长,蓝淑琴很快发现了房产证不见了的事实,她震惊并且非常生气。 有一天,她气愤地对崔炎玉说,你要开超市可以啊,你为什么不去抵押你儿子的房子,偏偏拿我的房子来抵押,现在把房产证还给我。 我们这婚也不结了,咱们离婚吧。 结果两人大吵一架。 后来,蓝淑琴找到了杨磊,告诉她房产证是被崔炎玉偷出来抵押的,他们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。 面对蓝淑琴的强硬态度,杨磊不敢招惹麻烦,只好退换了房产证。 但她也不甘心就这么放弃,于是又找到崔炎玉催促她还钱。 崔炎玉无奈之下,只好求助蓝淑琴,我知道我做错了,但超市的收入确实不错。 你如果能借我点钱,我保证每天的收入都上交给你,你看这样行吗? 可是,蓝淑琴对崔炎玉偷偷抵押房产的行为始终无法释怀。 她愤怒地对她说,你这种做法实在让我太失望了,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,你是这样的人,现在你还有脸来找我借钱。 崔炎玉这次真是把脸皮刺得干干净净,几乎是在祈求,书琴。 杨磊现在天天催我还钱,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 你就看在过去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里,帮帮我吧。 蓝淑琴却冷冷回应,这都是你自己找的麻烦,跟我有什么关系。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,你什么时候能跟我离婚? 她继续说,如果你一开始跟我坦白,说需要用钱,或许我还能帮你。 但你这么做,我实在是太失望了。 崔炎玉找不到任何解决方式,而杨磊不仅天天催账,还威胁说要把她告上法庭。 无奈之下,崔炎玉只能关闭超市,开始躲避杨磊的追债。 杨磊气愤至极,甚至雇人对崔炎玉进行了一顿毒打,兵下了最后通牒,十天得还钱,不然就告你。 这样的威胁让崔炎玉感到极度恐慌。 她想过找儿子们帮忙,但又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丢脸,无法开口。 于是,她又想着将超市转让出去,解决资金问题。 但询问了几个钱在买家后,大家都只愿出三十万,这让她处在更绝望的境地。 经过一番挣扎,崔炎玉决定再次尝试与兰淑琴谈判。 8月19日那天晚上,她带着一把水果刀找到兰淑琴,想要最后一搏。 情绪失控之下,她竟然用刀刺中了兰淑琴的心脏。 兰淑琴几乎没有挣扎,就倒在血泼中。 看到妻子的身体静静地躺在那里,崔炎玉瞬间从愤怒中清醒过来,惊恐万分。 她扔掉了手中的刀子,坐在沙发上,呆滞了许久。 最终,她拨打了儿子崔刚的电话,声音颤抖地告诉她自己做了什么。 崔刚听后深感震惊,平静地说, 爸,既然是已知词,你还是去自首吧。 超市的债务,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还清。 崔炎玉听后无比内疚,泪流满面。 哭泣过后,她拨打了110,向警方报告了自己的罪行。 接到报警后,大连市中山区的警方迅速出动,赶至案发现场, 并将崔炎玉带回警局进行审讯。 在审讯室里,崔炎玉泪流满面,声音哽咽地说, 我真是糊涂极了,一时情绪失控才会做出那样的事。 如果我当时能稍微冷静一些,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。 当蓝淑琴的女儿田田得知她的母亲被继父杀害的消息时, 悲痛欲绝,甚至一度晕厥过去。 随后的审判在2018年11月中旬在大连市中山区中级人民法院进行。 法院认为崔炎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,判决她有期徒刑15年。 超市老板杨磊听说崔炎玉为了还债,禁止杀害妻子。 震惊之余,他决定免出崔炎玉之前承诺的5万元利息。 此后,崔炎玉的两个儿子设法将他的超市以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一位远房亲戚, 并各自筹集了25000元,共同偿还了父亲欠下的40万元债务。 崔炎玉与蓝淑琴共同生活十年而无大碍, 却在步入婚姻仅两个月后便走向悲剧, 这让人不禁深思。 在他们同居期间,两人曾设定了各自独立管理自己生活的协议, 彼此保持一定的空间和独立性,甚至在经济上也是AA制。 然而,婚姻与同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是截然不同的。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,婚姻中夫妻双方应相互帮助,相互扶持。 这种法定的责任使得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简单同居, 而是将双方的生活紧密绑定在一起。 在本案中,崔炎玉和蓝淑琴没有充分理解这两种关系的区别, 导致婚后矛盾频发,最终酿成了悲剧。 结婚前,双方应该深入了解婚姻的责任和义务, 确保自己能够承受这种关系的舒服。 只有真正理解并接受了婚姻的重要性和责任, 夫妻双方才可能和谐共处,避免不幸的发生。